2016年,和钢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了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,在当地成立和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,创新提出利益本地化、用人本地化、文化本地化的海外经营策略,让百年老厂重换生机。 2016年收购当年,即扭转连续7年的亏损局面。 近日,中心社记者采访了曾任和钢塞钢市场部部长的高峰。 他回忆到,出到塞尔维亚斯,看到的是钢厂设备老旧,生产线,接近停产的场景。 我们刚去的时候,它的整体的产品的销售是非常遇冷的,它的产品销售不出去。 我们接手之后,第一是产量分配了,第二是我们把和钢塞钢的产品嫁接到了和钢国际化营销平台上,让和钢塞钢的产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具有市场,在短时间内销往全球,才解决了之前产品预冷这个问题。 据相关数据显示,运营近8年来,和钢塞钢累计营业收入超过60亿欧元,期间连续4年蝉联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。 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西南方约60公里的小城斯梅戴雷沃,是多脑河与摩拉瓦河的交汇处。 这座约10万人的城市中,和钢塞钢影响着当地至少五分之一居民的生计。 随着和钢塞钢的运营情况向好发展,和钢塞钢的中方团队也被当地人熟知。 和钢塞钢运营成功,在这个民众层面,舆论层面带来的这种友好感。 我给你举个例子,就是周末的时候,从我的驻地打他去超市。 司机到了之后,没给我要钱,然后他跟我说,我看你的面孔,我知道你肯定是和钢塞钢的管理队成员。 然后他说,因为我父亲在这个钢厂工作,现在我的父亲能够有稳定的收入,然后福利也很好。 我们现在家庭在装修的新房里生活得很开心,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一下对你们的感谢。 和钢塞钢中方团队通过资金引入,更新钢厂老旧设备,引进先进工艺和技术,使得钢厂在节能环保、绿色制造上达到了欧洲领先水平。 员工的收入不断增加,员工的工资有了保障,他们也有钱去盖新房啊,去享受更好的生活。 对于和钢塞钢的这个带头作用,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去了塞尔维亚。 和钢塞钢